苗栗縣頭份交流道周邊擁塞難解 縣議員陳光軒認為 等待交流道改善或舞陽延伸都緩不濟急 提出了建置智慧交控系統 在短期有效應應 此外南莊新建的觀光飯店 環評爭議再起 要求縣府能夠重視查處 頭份交流道周邊擁塞是不少駕駛的噩夢 陳光軒認為道路改善增設緩不濟急 應該要先建置智慧交控 頭份交流道 你有可能有高工局的 然後有公路總局苗栗公路段的 跟我們市區道路有公鎖的 他各自為政的狀況下 其實是非常難去控制耗制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會建議說 我們是不是來建置一個智慧交控系統 讓他用這樣子一套系統 然後自動可以去計算出 交通尖峰時刻的時候 哪一些地方的秒數 可以釋放給我們現在 比較擁設的這個地方 陳光軒認為智慧交控 能夠有效疏解交通 希望縣府採納解決現況 如果到明年完成之後 整個頭份交流到周邊 所有的道路的一個主要系統 大概都建置有CCTV等資訊 會回傳到所謂的交控中心 那因此我們交控中心 整體的計畫會排在明年或後年的 一個計畫來向中央爭取 那因為科技部的每年的一個計畫 量體並不是很大 那因此我們是逐年來建置當中 另外陳光軒持續追蹤南庄興建觀光飯店 指控業者以登記民宿的方式興建規避還品 但是今天業者用這樣子的方式 而且早在2019年的時候 他就已經不斷不斷的 就是想要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投機 當時我們都已經抓到了 但是我們苗栗縣政府當初就是 放給他過 給他大開方便之門 那當時當然是工商處 不是你 那不過我覺得很遺憾 那時至今日 他現在要登記要開業了 我們縣政府還是一樣讓他過 那我覺得 我覺得非常的遺憾 我一上任 我就有督促文官局 要請他補辦還品 那我相信業者應該也會有意願 這個我覺得 剛剛陳光軒演講的 也是合情合理合法 那本來你在水智水源保護區 就應該要做按應有的規定 去做這個 這個開發即可 各方面應該要一步一步來 那現在既然他蓋好了 當然我們也會依照法令 去做這個查證 那查證如果屬實 那該怎麼做 我們就依法辦理 縣長中東警強調 一切依法處理 解決爭議問題之外 也讓民眾來訪住宿安心 先進去 解決爭議問題之外